Hello,Hello,大家好,我现在女儿在旁边睡着了,睡着了,我就戳空拍个视频啊,这些太忙了,照顾孩子,每天都特别特别忙,我每天我也把日程都按照每小时,每半小时,每半小时,这样算我都排满了,所以就不太有时间录视频啊,但是几个热点我还是关注的,比如说王力宏的那个事件啊,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,是说大家怎么就没有注意到,因为我看到很多人, 很多节目啊,什么,大家分析什么,都没有注意到,那个一个点啊,可能是我关注的比较怪异啊,我就觉得,为什么王力宏突然想离婚,然后,他不是说嘛,说是要要,啊,以后遇到喜欢的人啊,想要,想要什么,不想让他做小三啊,什么的,那我觉得,不是说以后遇到这个人,我觉得他肯定已经有了,而且那个女的在逼他离婚,因为男人这种,这种,在婚姻这种状态中, 他是得过且过的,他最好什么都不要改变,对吧,你看他之前,跟那个,跟那个雷神那个,各顾各过日子,不是也相安无事吗,对吧,为什么他现在突然就要离婚,对吧,得过且过难道不好吗,有人还有人帮他照顾钱,有人帮他照顾孩子,多好,他一个人过了单身的生活,多爽呀,对吧,他突然打破这种平衡,打破这种瓶颈, 肯定是有原因的,整个事件里面来说,不是说雷神最厉害,我觉得那个小三最厉害,那如果正常的男的,如果现在得到这种爆锤之后啊,他可以选择,不理了,就停下来,不理了,大家就自己再各顾各的,不理了,那总行了吧,他没有,他还是坚持理,他要付出很巨大的代价,他还要坚持理, 那就说明那个小三真的很厉害,他,他就,怎么说呢,就是,就连,这么,黄黎,黄黎红这么小气的人啊,他都,他都要那个,呃,怎么说呢,自个就这么,断臂啊,断臂,断,断腿,也要离婚,那,那,那就那个了呀,是吧,我就很好奇,再,再过,再过几天,可能会有新的刮出来,好笑这样啊,